瑞穗香瑞北春马聚集部落在立委成天才的牵线之下 来自台湾水墓清华校友会一行人 特别捐赠一组超过30多万元的游乐器材给部落 捐赠仪式也让彼此交流情谊相见欢 远从台北载运到瑞北马聚集部落 在重新组装完成的游乐设施 立刻成为了部落孩童的游戏中心 捐赠的台湾水墓清华校友会 与部落头目阶层干部 只好简单举行启用 十分有趣 台湾水墓清华校友会一行15人 平均年龄都不超过40岁 多数为台湾科技新贵青年精英 工作之余也不忘进行社会公益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深受各界好评 这一次透过了立委增天才的牵线协助 将这一组超过30多万元的游乐器材设施 捐赠给部落 提供部落孩童一个游戏的地方 请代表少爷会群体 向各位魏北村 马居集部落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问候 并且质疑我们最诚实的感谢 感谢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交流 来这边学习 来这边与大家互动 来这边体验 希望我们今天是能够一起 种下这颗种子 让未来希望发芽 梦想蔓延 会长朱长生强调 希望发芽 梦想蔓延 将企业之爱化为行动 来支持协助偏向部落 瑞北村马居集部落也万分感谢 透过了文化歌舞 部落导览解说 及共识部落特色风味餐 来接待欢迎 让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 每一位成员 都充分认识部落传统生活文化 非常感谢 尤其是我们立法委员 郑天才 就是他来介绍 让我们跟初会长联系 能够提供 让我们的阿公阿嬷 能够带苏娜来这边游玩 虽然是少子化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小孩子已经在上面玩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校友会 来提供我们这个部落的资源 台湾水木清华校友会 捐赠油漆器材组 以及相关运动用品给部落 东道组马居集部落头目 也赠送亲自雕琢的纪念品 而村长李孔中 也回赠了特色小竹杯 来表达感谢 双方彼此共饮共餐 情一发萌芽 成为了部落的一份子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